喜欢刷视频的朋友肯定都见过这个怪物吧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个恐怖片里的东西呢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它的真身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动物园里 哈哈 你没听错 它就是在动物园里的 走近一看 原来它长着人的脑袋和狐狸的身子 你看你看 它的身子还会动呢 这玩意儿叫做莫塔兹 是当地的一个神话里的生物 而眼前这位扮演莫塔兹的人名字叫做阿里 它每天的工作就是进到动物园里扮演这个角色 一天得工作12个小时 成为了整个卡拉奇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参观点 有趣的是 这位叫阿里的扮演者还是紫成副业 这一干就是16年 期间也换过不少人来做这项工作 但是都没能胜任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工作有这么困难吗 这家伙居然还是紫成副业又做了16年 这玩意儿真有这么多人看吗 原来啊 这项工作还真不那么简单 相传呢 莫塔兹是神话里为虎仙之的虎仙 所以当地来探访他的人 不是因为他奇怪的造型 而是要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他 以祈求这位虎仙的保佑 这就要求扮演者不但头脑灵活能说会道 还得会说很多种语言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来自四面八方 说不同语言的参观者 阿里从小因为父亲的工作耳濡目染 才最终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有人说胡仙不应该是女子才对吗 为什么让一个男人去演呀 这大农妆贴到他这大脸盘子上 那真是违和感满满的呀 其实这工作最初的确是由女子扮演的 但是女子的话不时就会遭到各式的骚扰 所以最终是被男人给取代了 至于表演者是怎么扮成这个造型的 大家仔细看这个视频 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其中的奥秘的 最后给大家欣赏几个铜款吧 要做好心理准备哟 哦 你的皮膀好不光滑 也不漂亮 你的眼睛为什么是地上的 好好看我啊 你好 你好 看见儿 请先看见儿 演员为客气不是 也难看 你是一只女儿 你该飞在天上 怎么被刮在老虎里面了 你好 你好 我们来楼梁也有看错 从来没处的 好像天气 你好 就有样表情 你看着很像猫头鹰 也今天对的 很像猫头鹰 你的皮膀很精彩 带很多的颜色 很漂亮 可是那个头发看起来很假的 对不对 假的对不对 有些人有些人很恐怖 嗯 我们这里看 放在剩下的 什么东西啊 剩下的头 哇 好恐怖啊 这长点好恐怖 好恐怖 好恐怖 好恐怖